工作到一半突然被一名自称刑警的男子给盘查 本来台北市刑事警察局督查 目前查到一个嫌疑犯 为了个人隐私跟个人资料 他脸 脸部我不拍 麻烦请你把你的皮夹里面算出来 新台币有多少钱 是台词没背熟吗 还讲得结结巴巴 看过远警盘查搜身搜证件 还没看过劈头就问人家身上有多少钱 而且最后还把皮夹那一万六千多元 通通拿走 只是开车落跑后不到半小时就被抓了 超上外停了好几辆警车聚集满满远景超大阵仗 自逢正在执行金融机构方向勤务 随即调派线上警力实施拦截围捕 穿着一身黑衣双手上铐 他就是嫌犯冷性男子 走在后面的则是共犯 也就是他的女友 两人六号下午在桃园龙潭分工合作 一人把工一人假冒警察争抢劫 结果真的警察就在三公里外进行防抢演练 为了演这出戏 他还自备了刑警背心 手铐跟手枪 连枪套都有 但不只背心做工粗糙 对话过程也破绽百出 还被查到海洛因跟安非他命 假的争不了最后骗不倒民众 还成了原警演练的活教材 TVBS新闻林志伟 吴云亚桃园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